有一位马大姐 她本是个大仙人 冷不丁啊 没了工作 她好像是丢了灰 这岁数 在就业 学技术没有问题 不甘心 从此写菜 成天节过玩儿瓢盆 有一位马大姐 她可真是个大忙人 冬家长 西家短 专帮人解难天 饥饿如愁 不计得失 满江热情 提前退休 心不下岗 人生在拨几回 完了吧 瞎了吧 傻了吧 褶子了吧 本想教育孩子 倒让孩子给教育了吧 去去去去 少说风凉话 不是风凉话 我这给你出主意 哪有什么好主意 主意当然有了 你比如说 咱这教育孩子 那跟打击敌人 那是一样的 同样得讲个文准狠 一拳出去 就得打在点上 该出手就出手 不该出手 别出手 还是风凉话 你倒说 咱们才能吻准寒 这还不明白 首先你得吻 你沉住了气 不打无滚背之仗 不打无把握之仗 丑准了 给他一家伙 打就打这个狠的 打蛇 打七寸上 打虎 打脑门上 好刚用的刀刃上 好久用的国宴上 不行 你说的跟唱歌似的 你具体说 那怎么呢 再具体点 那比如说 咱教育孩子 你呀 别想起来就说 你先沉住了气 搞准了他一个错 挑一件 你最有把握 他最没把握的事 就是我一定对的 他一定是错的 就是你最明白 他最不明白的 就是我最强的 他最弱的 就是你最了解 他最不了解的 就是我最掌握的 他最不掌握的 对呀 世上有这样的事吗 总会有吧 你想啊 你论岁数 你比他大好几十岁 你闲眼比他多吃好几十斤 你酱油比他多吃好几百斤 那筋肉比他多吃好几千斤 那粮食比他多吃好几万斤 那次来水比他多喝好几百斤 次来水我多喝那么些管 没用啊 您就别预誉了 我知道我比他大 我应该管他 我懂得比他多 你就说我强的强项在哪 弱的弱项在哪 我好高准的 给他一下 强项 你 你除了爱管闲事了 好像没什么强项 这就是你的强项啊 你想 这说明你热心肠啊 你有爱心啊 你为人服务啊 这爱家这孩子 他可就缺这点 这孩子心太冷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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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从这儿入手 这就找谈去 他说说好了文准狠 他沉住了气 慢慢来 哎呦 我脾气你又不不的 这两天我为这事 我怎么慢慢来啊 你别着急啊 你还找准了他一个错 你看准了 趁他不注意 我就趁他不注意 我就狠狠地来一下 妈 救命啊 妈 回来了 爱家回来了 妈 您这是 哎呦 喂 可不得了了 哎呀 你看看 你看看 怎么了 你看这孩子 小小年纪的 白血病啊 这个太惨了 哎呦 喂 真够可怜的呀 没钱看病啊 妈打算捐给他一百块钱 你同意吗 你肯定不同意吧 不同意就太好了 可让你给逮着 好看 哭 狠狠地跟你一家伙 捐钱是吧 嗯 我同意呀 一百够吗 我那还要零花钱呢 我同意了 那以后再说吧 捐成这种 哎呦 喂 可不得了了 让你看着没有 又怎么了 你看那老头啊 儿女都不管他 天天连饭都吃不上 你看 哎呦 妈打算呢 给他捐一千块钱 你同意吗 你肯定不同意 嗯 我同意呀 找您子女月卷 对 你还真同意了 哎呦喂 可不得了了 又怎么了 你看这又受灾了 惨哪 妈 这回打算捐多少钱啊 妈打算捐呀 捐少了 你又同意了 我捐 妈呀 打算给他们捐 一万块钱 这你总不能再同意了吧 怎么我更急 我 我同意呀 是不还同意 哎呦喂 行了嘛 您就别再 哎呦喂了 您爱捐多少捐多少 您捐多少 我都同意 您就是把我给捐了 我都同意 说反话呢 哎 说反话呢 是不是 我听出来了 我还真不是说反话呢 您忘了去年我生的那场大病了 多少人给我捐款啊 所以这次您给别人捐钱啊 我也不反对 你 你不反对是吧 嗯 你要不反对 我 那我就先不捐 不捐 那我也不反对 哎呦你有准主意没有啊你 我当然有准主意了 就像这种捐款啊 一是要有钱 二是要有心 缺一不可 您刚才呢 是又有钱又有心 您当然可以捐了 可是现在 您没这份心了 您当然也可以不捐了 哎呦 我有这心 我有这心 我就是没什么钱 您没钱也可以不捐 这又不太强迫的 可是不捐呢 我这心里我过也不去 那您有捐 捐我 我又没那么些钱 那您都替我捐 可是我 哎呦 妈 像这种事啊 您可就得想开了 就这种捐款啊 也就是表示一下心意 不能解决人的根本问题 不能这么说 那 积少成都啊 那也只能解决 个别人的个别问题 就像这回是登报纸了 您看见了 那还有好些人没看见的呢 您觉得他可怜 那还有好些人比他更可怜呢 是 他这回遇到了这个灾难 他没准下回又遇到那一灾难了呢 您一个人的财政力量有限 您总不能什么忙都帮吧 是啊是啊 是 那我该怎么办呢 照我们老师的话说啊 就是要大力发展人民保险事业 比如说这个医疗保险呢 养老保险呢 灾害保险呢 这就等于呀 你有困难人帮你 人有困难你帮人 一人为大家 大家为一人 对对对对 这主意好 你再给妈详细说说 你妈 这是迷法队作业了 等我做完作业我再教你 行行行行 你先做作业 怎么又你教育我呢 你抱脾气 让您说 刘奶奶 就我那孩子 我该怎么教他呢 我该教他点什么呢 哎呦 丑死我了 要我说呀 你多愉啊 跟他叫这边近 岂是他妈呀 你教什么 都是应该的 你教他呀 他就应该听 他不听啊 哎呦 他一大堆微理 我还真的说不过呢 他气得我 你 他反了他了 哼 千条理万条理 若你生气 他就没理 这父母和子女之间呢 最大的理是什么 那就是 儿女得孝顺父母 对 他惹父母生气 他就是不孝顺父母 哎 他不孝顺父母 他就没有理 对 嘿 这么简单的道理 我怎么今儿才想明白了呀 光你明白还不行 你还得把他也教明白了 我这就回去教他孝顺父母 他要是不听啊 他就不孝顺我 他要是不孝顺我呀 他就没理 哎 对 没错 这理啊 全在你这边呢 他一点理也没有 谢谢您刘奶奶 要不怎么说 姜是老的辣 贼是老的话 那时候 哎 后分这些可没有啊 哦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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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啊 我这不是着急回去教育爱家 孝顺父母吗 哎 你别光教育爱家呀 哎 哎 让我们家刘勇啊 也跟着啪开啪开啊 行 让刘勇听着 教育教育他们俩人 对 我非得啊 齐 狐狐 都准了给他们一家了 干嘛 你这还是什么动静啊 今天我跟你讲讲啊 什么叫孝顺父母 为什么要孝顺父母 应该怎样孝顺父母 哈哈哈哈 喂 别人 嘿 我我这也听行吧 不行 哈哈哈哈 这个是第一个 哈哈哈哈 孝顺要有规矩 长辈都坐着呢 你们也坐着 给我站着 那 那刘奶奶也是你们的长辈啊 啊 哈哈 那他坐着 你们干嘛不站着呀 就是 这就是第二条了 长辈说话不准顶嘴 你顶嘴就你错了 你还没张嘴呢 你已经错了 没活路了 没活路了 这就是第三条 啊 长辈训话 你要服服帖帖 不许嘟嘟当当 什么有活路没活路的 我管你呢 是吧 把嘴够闭 我再给你 评论第四 啊 不光是得心服口服 这表情上也得服 嗯 这就你们的表情那像服了吗 还还敢瞪眼睛 瞪谁呢 你们 你们得和颜悦色 哎 笑不尽的 让我们看了心里边高兴 哎 我们不高兴啊 就是你们的错 哎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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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高兴啊就是你们的错 哎 哎 这么教育孩子有点意思 您是有意思了 那人家多难受您就不管了 我还管你那的 前几回我多难受谁管我了 那几个情况不一样 那明明是 忍忍败家妹子 你还没看出今儿这路子 这几个老家伙都串通好了 来者不善 那怎么了 那我就忍忍败 小编正式上课 我先来给你们讲讲 什么叫笑 笑的内容呢 当然很多 我古代呢 有24笑 具体这哪24笑呢 这冷不丁了一下 我还真凑不齐 没关系吧 咱们一块凑凑 我小说法 尽听这故事 我小时候可也没少听 咱们凑凑 对对对 24笑 不是有一个 黄香温习 是吧 对呀 香酒玲能温习 对对对对 就是说嘿 每逢冬天睡觉之前 他怕父母冻着 先钻到被窝里边 给父母暖息 瞧瞧瞧瞧 学学人家 这好像是古代的事吧 现在好像没这个必要了吧 就是 你们冬天要实在怕冷 你们可以冲一暖水袋呀 你们要实在懒 我也可以帮你们冲嘛 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不是那么回事 哎呀 这你带干嘛呀 不是 关键是人家孩子这片心意 那孩子有这片心意 父母就没这心意了 那孩子才九岁 身体体质多弱呀 天天让他暖被窝去 那父母就不怕他动着啊 父母当然怕了 是啊 所以你就不能只强调这问题的一方面 那应该是他帮父母温习 父母帮他温习 这样才更合理嘛 才更能体现出这个家庭的心情嘛 可是作为你 应该强调另一方面 对吧 可是作为你 应该强调另一方面 我们 哎 给我顶嘴是吧 不服管是不是 不是 你要我生气是不是 让我不高兴就你犯错误了 懂不懂啊 你这个爱情 你真忍忍吧 马力尖 我们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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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抖了 那我 那 那我也抖了 抖了 抖了 你接着说吧 还有那个 叫卧冰求礼 也就是王小洛鱼嘛 对 有这出戏 是吧 哎 这他妈妈呀 冬天想吃鲤鱼 当儿子的光着身子卧在冰上 他把车弄话了 这才给他妈抓着鲤 刘奶奶 这我可都不明白了 那大冬天的 他妈干嘛背吃那一口啊 你还得出危险 就是啊 那冻着 事儿小 那万一要掉到冰窟窿里面 就是啊 不是奶奶 就这么着 我呀 就按这方法去给您抖鱼去了 您愿意吗 别敢 我辛辛苦苦把你拉扯这么大 回头你再淹死了呢 您还是呢 您还是舍不得我呀 所以说 这故事本身就不合理 行了行了行了 什么合理不合理的 又没真让你们得一约解决 主要让你们学一学习人家孝顺父母的这种精神 主要是学习精神 我说刘奶奶 这个二十四校里边最让人揪心的就是这郭炬埋儿吧 对 郭炬家里穷 他有个妈妈 他有个儿子才三岁啊 家里粮食不够吃啊 奶奶呢 心疼孙子 就把自个的粮食省下来给孙子吃 这郭炬一看 这哪成啊 妈妈都饿瘦了 下了狠心呢 挖了这坑 把那三岁的儿子活埋了 妈 你们搞什么题 你们别揪心 那国具啊 他不是挖的吗 挖这坑 挖挖了 一挖 挖出一坑金子来 把全家都给救了 多好 好什么呀 要是没挖出金子 就真把那孩子给活埋了 那可不就真埋了吗 笑什么 那才能有假呀 就看这孩子 你们不觉得这太残忍了吗 都就是鬼的事 那不是没穷人的活路吗 那你们今天又把这一故事给递了出来 那宣扬是什么意思呀 让我们向他学习 可不让你向他学习嘛 不瞒您说奶奶 原来啊 我一直想当一孝子来的 可是一听您讲完这故事 不光我自己不想当孝子了 我还特别怕我爸爸当孝子 胡说呀 你爸爸当孝子是孝顺我 跟你有什么关系 那太有关系了 您想想咱们家这情况 我妈下岗了 我爸供上孝又不好 我呢又没什么稳定收入 您又这么大岁数了 您想啊 那万一我爸要是当了孝子 那跟那姓郭的那个什么 剧那么一学 一埋的那就是我呀 那真是 那真的呀 不过你也别着急 万一要是埋你挖坑的时候 还出去坑金子 你们家不就全发了吗 那那那他万一他要挖不出来 那我不是真就给埋了吗 哎呀 不可能啊孩子 我看他们谁敢 谁也不敢 这不是就 就你说 可是半奶奶 我再不瞒您说 原来呢 我一直看您觉得您挺慈祥的 可是自从您讲了这个故事呢 我怎么看您怎么变 反正我就觉得我的存在和您的存在之间好像有什么矛盾 我就觉得您好像对我的人生安全构成了什么威胁 反正啊 我觉得跟您有点势不了力的意思 啊 你 哎呦喂 这是从哪说起呀 我辛辛苦苦把你拉折大呀 怎么就是不良力呢 你就这么报答我呀 我可真没法活了 哎呀 您消息一下 消息一下 妈 您看见了吧 这都是那封建故事给闹的 什么封建 孝顺父母当然没错了 可准确的说应该是爱父母 嗯 哎 哎 你又矫情是不是 又给我抠字眼是不是 这不是一样吗 不一样啊 那平常咱们老说爱祖国 嗯 那咱们能说孝顺祖国吗 这 这咱没听说过 这有什么区别吗 有区别吗 这言 这孝顺呢 是单方面的 爱呢 是双方面的 爱有基础 有内容 你比如说我们爱祖国 为什么爱祖国呀 因为祖国爱我们 祖国补育了我们 哎 我们为什么爱父母呢 因为父母也爱我 就是 那父母不爱你们呢 你们也不爱父母了 那当然了 哎 你看这孩子 哎呦 妈 您怎么忘了 当然了 过去的事呢 我也不愿意老提了 可您忘了 我是一个弃鹰啊 我亲生的父母 他们不爱我 他们抛弃了我 那 那我就更谈不上爱他们了 是你们不让我长大 你们爱我 我当然也就爱你们了 孩子说的有道理 有道理 还真有道理 哎 爱家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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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说那么快 老王 你找个小本来我记一下 对吧 对 给我拿个本 我也记 那 您认字吧 您就记 哎 都准备好了吗 哎 准备好了 我们就开讲了 哎 等等 那个 认真听 啊 认真记 讲完了呢 咱们再讨论 为什么说 要爱父母 嗯 为什么说 要爱子女 为什么呀 为什么说爱 是双方面的 哎 哎 哎 不许小声议乱 有什么问题 随时举手发言 我说 我想啊 哎 到底谁教谁呀 啊 哎呦 今儿可太痛了 哎呦 他想教你咱们 那咱们把他教育了吗 哈哈哈 我是爱家妹子 为了庆祝咱们的胜利呢 呃 我必须的 简单的 应放你一下 哎呦 这合适吗 你这有什么 你都别客气了 来吧 你这简单的啊 你快点啊 哎呦 你一抱着不三个手啊 又坏了 我妈来了 你别动了 他好像什么都看见了 别怕 别怕啊 他不敢教你 本龙 他说不过你 哈哈 干什么呢这是 啊 搂搂抱抱抱了 反了你们了 啊 爸 爸 您别激动 您别激动 我给您讲道理 哎 您听道理 这教育男女之间吧 啊 他道理一定能废数呢 是 他也是保不齐的 保不齐的 所以呢 您要以舒服教育为主 千万不能使用武力 哎妈 您赶紧教育我吧 哎 你教育教育 什么我都修 教育 想听了 晚了 我今儿还就用武力了 加油 你 看吧 你拍一我拍一 赖汉也能取好戏 你拍二 我拍二 人老还得有个伴儿 你拍三 我拍三 五一神功要揭穿 你拍四 我拍四 出事不能自不自 你拍五 我拍五 虚假广告太离谱 太离谱了 你拍六 我拍六 装修还得自己弄 你拍七 我拍七 偶尔咱也打回地 你拍八 我拍八 小孩早恋必须抓 你拍九 我拍九 两口子吵架 别动手 你拍十 我拍十 发挥余热还不吃 谁说是金元家 他太平凡 没有老百姓 社会不能发展 灾难的日子 只要你 我有个信念 你说你吗 你没